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我们今天解释一场民间最强草丁精 最场客种克拉克的比赛 这个比赛是一个抢期的比赛 而且开局呢,草丁精打得非常好 直接把草丁精打了一波5比1 抢期的比赛落后4分 而且草丁列差一局到赛点 所以双方打得非常非常的艰难 特别草丁后续的追击也是 难上加难,难以上青天 跳一场狙狂直接夹 草丁精根本不上当 直接变相,下比2点 下盘3点的无视 这回合没啥受到 主要是空防的时候 草丁精先落地 克拉克方向选择防守错误 荒咬一段 三青腿点,中拳打起跳 继续连跳,还好一个空手抢的 要不就是奈洛洛敲上,敲上就容易晕 顺便跟兄弟们说一下 又是一个变相 草丁精的独乐图和奈洛洛 都是1.5倍的晕值 就是说,你一个中拳,独乐图 占一个中拳 独乐图,他就晕了 或者是一个中拳,独乐图 一个奈洛洛,独乐图 加上一个中拳,独乐图 三下就能跳晕 包括大猪寨那样 如果中了两个独乐图 加一个中拳,他就晕了 帮谁,帮谁,帮谁,帮谁 白,怪我,帮谁,帮谁 滚,怪我,帮谁,帮谁,帮谁 这个必须要唱的 小虎的成名工作 终于抢到一个必杀头 他俩的优势就是 克拉克这个角色虽然是非主流 但是跟草剔已经比多了一个指令头 大家都知道 九七这个角色非常依赖指令头 因为克拉克的指令头 很多指令头 就是抓啊 指令头说的就是抓 都是一些无责任 抓到是抓 抓不到呢 可能是出重拳 或者什么事也不出 而炒梯精的优势就是 虽然是小五强没有指令头 但是有强大的晕值判定 加上逆向 被我掏上一下 给你打倒之后 一折你要防法了 一趟就晕 这是炒梯精的优势 当然了 总体来说还是炒梯精的 人物属性更加强烈 毕竟是小五强嘛 然后克服一下 什么是小五强 咱们九七中分 大五强和小五强 大五强就是双神和山兽 双神就是八神和神乐千克 山兽就是猴子 龙二和大猪 小五强 就是主人工队啊 再加上玛丽和特瑞 主人工队 大家都知道吧 炒梯精 红丸 大门 玛丽和特瑞 这五个小五强 这时候起跳的时候 被克种钻地打出counter 一般只要你反应过快 跳cd打出这个右上角 红色的counter字体 直接就可以轻轻追击 不管是你下c啊 粘中腿啊 还是两次跳cd啊 都行就看你自己的反应了 哎呀 这个下盘直接被打 好像是炒梯烈的 无视出现失误 出现一个小生龙 也可能是他想省这一颗气 但是都缩不准 我觉得应该是他失误了 我们看端剑的第二回合 好抓被切防 刚一下 他这个后后非常的灵性 兄弟们 他这个后后有个什么好处呢 跳虚晃后后 如果克种起身 堵那个布兰肯必杀头 夹裤装 可能夹不上 好几列过去 肯定会给他打一波高三害 这都有套路的 好 下必想骗 但是克种直接玄正摇篮 又是炸切 站c 刚才克拉克这个必杀 兄弟们是一个简化 这个简化是啥处的呢 反尤c反尤a 两次超超 超必杀宝贝怪 直接带着小伙 继续 又是一个爆帅 其实克拉克打别人血量 真的很少 除了他必杀打的血量高一点 想打两次反跳 如果不那么贪 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想打第二次逆向 如果中了一趟能打云 你就可惜各种追防 你看你夹我就中枪给你抢 你根本夹不到我 那子业 不来看别的头再夹 下盘偷拈 前行脚打乱动 又是一根钢 哼 激泡拳 激泡拳有点扯 这个激泡拳就出招慢 而且呢 如果对手防住的话 ab过去一套打得很疼 尽量对手没有血的时候会磨一下 平时的时候很少有人用 你后来上运动 你肩胃的 我会在的 我会在的 现在 等下 我会在他 真正为 大acia 没有 你要 要 你 你要 有 你 你 有 有 我 你 攻防刚开,还想把不赶,没有赶 还有没有 没有 好,再来一回合啊,然后把比孙跟人家通报一下 因为现在这局基本上打到最高的这个赛点局了 最终的比孙克种是5比1落后 立完狂篮之后,没狂篮成功 直接被炒踢裂 7比6带走 又是南罗洛 还好吧,逆向时候被空投 下B下A,往前推 再踢你 下B下A还失误了 刚才炒踢裂这个轻拳没点出来 直接出了这个3D 现在两个人打的就是这个 龟啊 拼血,也没有什么连技了 我就是跟你空中,拼一下试一下 然后炒踢裂压不进来,克种还挺龟 然后我们看第二回合 然后一个下中水 直接凶手的生龙 稍微打出这个红色之体 快跑,快跑,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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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把炒梯精打成残血状态啊 基本上就秒了 然后 今天的解说视频 到此为止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